11月17日,网报上海一小伙在公交车上拉大便,引发网友热议。 有人直呼逆天,批评小伙没素质。 也有人猜测是否有难处,比如拉肚子忍不住又不敢说。 网传视频显示,一名黑衣小伙走到车厢后排进行了一个蹲坐的动作, 不久后离开最后一排坐到了前面,没多久就下了车。 据澎湃新闻报道,记者从浦东阳高公交获悉, 根据当天发现大便的时间以及监控视频来看, 事情发生在11月13日早上,在大桥六线上,这名黑衣小伙的乘车路线较长, 经过九站路,大约一小时多才下车。 浦东阳高公交有关负责人表示,根据监控视频, 这名穿黑衣服的乘客于早上7点11分左右在普建路锦绣路上车, 期间他换了几次座位,表现出了焦躁情绪,中途小伙有机会下车,却没下车。 之后于8点12分左右,在曹西北路玉德路换到了最后一排座位拉大便, 最后8点16分在中点站交通大学站下车。 工作人员发现后,将后排的大便用纸巾覆盖住, 在找到处理工具后将大便清理干净, 未影响车辆正常运营,对此事没有报警。 阳高公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 如乘客在乘车过程中确实遇到累积情况, 可以和驾驶员商量,驾驶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寻找附近合适的位置停车, 让乘客救济下车方便。